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清朝圆梅 圆梅他好像做一个寄媚文 对不对 他现在做一篇子不语 这样的文章 卷一他今在山东 有一个一言道 有一位卢宪观先生 这位卢宪观先生 他某一天突然暴毙 暴毙怎么样呢 他后来又醒来 人家说 死了又还阳 怎么回事 他说 卢宪观先生 他就说 我前世是汉初的 汉朝初年的九江王 英部 九江王 他的名字叫英部 当年杀死异地 这件事情是刘邦派人干的 不是项羽 当时大家都认为 是项羽杀死异地 对不对 他就说 这是刘邦做的了 刘邦暗中派人杀死异地 再嫁祸给项羽 然后呢 假借讨伐杀异地的罪魁祸首的名义 找这个诸侯出兵 去消灭项羽了 出帮王项羽 就是这 他这个是陈平 六出奇迹之一 有一个叫陈平的人 他有六出奇迹 这陈会出这种怪招 计谋 他说这是他其中一个计谋 那之后呢 世间人 大家都不晓得 谁晓得 现在媒体资讯这么发达 出个什么事 晚上媒体就报 新闻就报 以前这个地方出什么事 这其他的地方 外线市都不知道 没有报纸 没有媒体 都封锁的 所以他谁晓得这个事情呢 那项羽死后 他就向玉皇大帝 控诉 不白之冤了 然后呢 他说这个 卢宪观先生说 刚才玉皇大帝 召我去对职 然后就是他就去作证 果然就是陈平 设下六出奇迹 由刘邦所杀 陈平出谋划策 刘邦所杀 杀异地 杀异地再说 这是项羽干的 发动诸侯去杀项羽 项羽就是出这样的一个阴谋诡计 他说 这玉皇大帝 找他去对职 找他去对职 所以他就突然报庇了 报庇现在问完了 好了 你还阳吧 就叫他 他又醒过来 这样又叫他 他说 他旁边就说 奇怪 这个是两千年前的事情 为什么你两千多年 现在才神离定宴 叫你去对证呢 那时候 卢宪观就讲 项羽在入关的时候 坑杀二十万咸阳士兵 就是把他买 把他杀死了 把他活埋 二十万 玉皇大帝十分震怒 把他关在大阴山 这个项羽 你看说他是霸王 对不对 霸王他坑杀二十万人 死了以后 玉皇大帝把他关在大阴山 受无量的罪行 到现在 清朝初年元梅那个时候 才受刑完毕 对于出来溯源 就是说你 项羽被刘邦陷害 被陈平出这个阴谋轨迹 嫁祸 你有这个委屈 没有错 两千年以后再说 先受刑 你听得懂这故事吗 你有委屈 但是两千年以后 你才可以控诉 现在没资格 现在你要受业报 为什么 你坑杀二十万人 你看看这个阴谋轮回多可怕 你如果曾经照过这种因果 所以你在受业报的时候 像你看我们看电视新闻 有的被当兵 被刑囚 被冤死 被冤案 有的人他就没有犯案 被刑囚 然后就送上去枪壁 有没有 吃很大的亏 有很多冤屈 对不对 他后面都有因果的了 他后面都有过去的剧情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